星期一新增543宗確診個案 包括211宗核酸檢測陽性 和332宗快速檢測陽性 學校情報陽性個案達204宗 涉及147間學校 有兩間學校出現群組 部分班別要停課 九龍堂方方樂趣英文小學 有12個學生確診 包括6名來自5F班的學生 3名2F班的學生 2名4H班的學生 和1名4F班的學生 2F、4H和5F三個班級要停課一週 這班學生中 有4名曾經在6月3日參與籃球班 另外兩名在當日一起打籃球的學生 要接受居家檢疫 我們暫時未見到他們有另外一些設施 是一起用的 當然你說洗手間那些 當然有機會是共同用的 可能這個籃球班都是一個傳播的途徑 我們都看到他們現在聚集了在三班 我們當然都不想某某然整間學校停了 因為他們今天其他學生 就是觀察時代任性 而深水埗的福榮街觀納小學 四師班有4名學生染疫 同樣需要停課幾天 至於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著視母班群組再多一名學生 在家居檢疫期間確診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黃錦輝中小學法文班群組 再多三名密切接觸者確診 學校群組個案急增 張竹君說確診數字高 不代表學校出現大爆發 現在學校今天有200多宗 204宗的個案 但你留意到它是來自147間學校 即大部分學校都是報程一宗 或者兩宗 有小部分是多幾宗 我們都逐漸了解 有些例如有3、4宗 但它在不同班級 又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都看到社區的數字好像有些增加 這個學校這個數字 可能都是反映了少許社區的情況 就是它們都是散發 未必是學校是一個爆發的情況 只不過可能是你在社區那裏 可能感染了 你剛好是一個學生或者老師